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我去找找吧 不用了 没事了 你回去吧 长夜 真的是用圣饭做呀 谢谢 长夜 泡饭做好了 您尝尝咸淡吧 行 丫头 你知道吗 过去我们用大刺碗吃饭都这样 你慢点吃 锅里还有很多呢 真香 小脚麻利点啊 走 在那边 老张 余老板来了啊 走走 你千万不要这样叫我 我是小自卑被别人听到不好会误会的 看您说的 跟别人一样 叫我阿齐就好了 这哪行啊 最起码我得叫你一声齐歌 行 这次啊 还劳派你跑一趟 我们在这儿都挺好的 都适应了 还有 何老板安排的住处 我们也挺满意的 阿齐是代表长野专门来看你们的 本来长野想亲自过来 他是怕你们 哪里啊 麻烦何老板转告一声长野 我们三兄弟 这次给浦江商会惹了不少麻烦 长野还能不计前嫌放过我们 我们一定誓死为长野效力 小刘呢 小刘他出去办事去了 阿贵 腿好了吗 好了 全没事了 好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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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荃 把你们安排在这个码头 是长野器中你们 我们浦江商会 最早都是苦出生的 从码头起家 整个上海滩的码头 从黄浦江一直上诉到九江 都是我们把持的 然后从码头开始 延展到码头旁边的钱庄 车行 饭店 一直做到今天的规模 能做到这么大 长野靠的就是两个字 义气 兄弟之间的义气 长野把你们留下 也是看中了你身上这份义气 希望你不要辜负 七哥 你说了这些 我都明白 你们兄弟之间 是有过命的交情对吧 我们兄弟 是生死与共的交情 有什么事儿 尽管吩咐就好了 我要安排你们做一件事情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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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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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阿沙 沙是沙头的沙 在青云帮里是管人头的 谁生谁将 谁飞黄腾打 谁横尸接头 就管这么点事 你们的兄弟死呢 我会给你们做主的 不过这要看你们的心 有多长了 我的那两个兄弟 全都是跟我出生入死打天下的 竟然被姓长的给杀了 这仇我非报不可 让我做什么 尽管吩咐我就是了 我让你们 立刻回到 常立兄的码头上 继续干活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意 什么 回去 对 要是姓长的知道 我们和青云帮有关系 那我们不是很危险吗 我们和浦江商会 都是上海商业联合会的成员 我们不是敌人 不是派你们做奸细 再说 我们想扩充地盘 就得要拉拢别的帮派的人 又不是叫你们去做刺客 你们以为什么人都能做奸细呢 要是姓长的知道我们和青云帮有关系 我们的小命可救 你放心 我们的接触是很隐秘的 没人会知道 可万一 要让姓长的知道 我们和你们的关系 你们还想不想保仇了 我算明白了 你们不是看中我们哥几个的本事 想拉拢我们 就是想让我们当你们的奸细 可江湖最恨的就是奸细 你这样子给我听好了 阿商 小兄弟啊 好好干 不会亏待你们的 交给你了 你们三个按个手印吧 你们是怕我们反悔 回去跟姓长的汇报 所以就拿着字句 好让我们不敢轻举妄动 张全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进来 进来 六爷 今天还有事吗 没事了 你去睡吧 那好 我回去了 晚安 啊 哦 晚安就是睡觉前说的礼貌的话 哦 那 六爷 您也 晚安 嗯 对了 你要是没事的话 能不能带我去一个地方 行 您说去哪儿 我 我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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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爷 风大 您的伤刚好不久 还是赶紧回去吧 还是赶紧回去吧 是 我没事 六爷 您在看什么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呢 没看什么 我在想一些事情 想什么事啊 以前的事情 新妈妈 清云 怎么 今天怎么舍得来看我了 前几天就想来 可惜脚不方便 怎么样 脚都好了吗 都是老毛病了 天气暖和自然就会好些 您给的药特别管用 前两天 我让他们给你送去的布料还喜欢吗 都先好了 我这儿有他们从法兰西国带回来的画册 那里面都是外国人设计的最新款式 是 如果你喜欢 你就拿到裁缝那儿 让他给你做几件新衣服 谢谢新妈妈 怎么样 您那儿还好吗 好是好 就是 怎么了 有什么话跟妈妈说 姑娘们都是各配一个丫头 您早就说过我可以多要一个 以前倒是觉得多一个少一个的也无所谓 近来 是觉得一个丫头不够用了 就是够用了 你要再添一个 我也一定依你 有心妈妈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听说 后面新来一个丫头叫小月贵 干活很麻利 我想让她到我房里 你看看 要是别的丫头去伺候你 还巴不得呢 哎呀 可是你偏偏挑上了这个小月贵 哎 莫非新妈妈不舍得让她伺候人 哎 我哪是舍不得她呢 分明就是她不想伺候别人 这不是坏了一品楼的规矩吗 不想伺候人 新妈妈 您这样容她 只怕别人会急得您不公平呢 哼 我正要板板她呢 小月贵 哎 李姐 把桶放下 我跟你说几句话 嗯 你怎么老是跟新妈妈顶嘴啊 我没有啊 新妈妈好 你怎么干活这么不注意呢 花盆底下的土都掉到地上了 人踩来踩去的 这二楼得脏成什么样子啊 哦 我一会儿把这儿的土扫一下吧 还说没有 我的亲耳听到过好几次了 那如果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 而新妈妈却说我是错的 我就想跟她讲 如果我做的是错的 而新妈妈又说我是对的话 我也想跟她讲清楚啊 这叫降嘴吗 刚来的时候还表扬你呢 新妈妈 我一直都很努力干活的 你还学会降嘴了是吧 新妈妈跟你说话呢 还不赶快叹应一声 哦 知道了 长野的房间 不要让小月贵打扫了 换个丫头 我知道了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来 凡事啊都有它的规矩 什么规矩 在一品楼啊 新妈妈是你的老板 她又是你的长辈 新妈妈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你搁得好 总是和她顶嘴 她说东你说西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可是 李玉姐 你知道吗 我觉得新妈妈 在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是挑我的毛病 早晨嘛 说我没有把马桶刷干净 一会呢 又说我没有把地拖干净 可是我很努力干活的 我很认真的 我觉得很委屈 这一阵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对了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她不喜欢的事了 没有 按理说她不应该无缘无故这样 你再好好想想 你就没有背着她做过什么事 对了 有一天长爷过来我给她做泡饭了 长爷 对啊 你让长爷在这儿吃泡饭 对啊 长爷来跟我聊天 然后我还知道长爷跟我是老乡呢 她饿了我就给她煮泡饭吃了 新妈妈 我想把清云姑娘娶回去 请新妈妈成全我们 这桩事是件好事 我应该成全才是啊 哎呀 哎呀 可是在一品楼啊 我也不能替她们这些做官人的完全做主 这事啊 我还得跟清云商量商量才是啊 嘿嘿嘿嘿 嘿嘿嘿 新妈妈 您看这个数成了 嗯 秦老板可真是个爽快大方的人 这事啊 我一定在清云那儿为你多说说好话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不过我最近呢要出趟远门 等我回来以后啊 咱们就把这事给办了 嗯 谢谢 谢谢新妈妈 笑什么呀 哎呀 我在想啊 这个小月桂啊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那个乡下丫头啊 傻呗 那还有什么好琢磨的 我觉得她和上海滩的穷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穷人什么都怕 怕官 怕财主 怕当兵的怕事 就是没事也害怕 可是在这个小月桂眼里 我看她什么都不害怕 我看她什么都不害怕 我告诉你吧 正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她就不怕了 也许吧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吗 哎 你们坐得近一点 好好好 笑一个新妈妈 笑一个 别看我 看这边 好了 大家看这边 好了 预备 预备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预备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了 这么快呀 我眨眼睛了吗 没有啊 真的挺好的 阿琪 你就再帮沁云 多拍几张吧 新妈妈 底片很少的 沁云 可以了 到这边 真的拍得很好的 是吗 阿琪 阿琪 你怎么会拍照啊 快 过来 阿琪 你怎么会拍照啊 我想拍照啊 我没拍照啊 我没拍过照啊 给我拍照吧 来 来 让别人照吧 来啊来啊 来 来 坐这儿 坐下来 太正了 转一点身 来 转这边 你的手放这儿 笑一个 看这儿 好 头抬起来一点 坐直一点 挺一点 别笑了 好 准备 一 二 三 李姐 我马上就忙完了啊 有事吗 不急 找你有别的事 什么事 你把这些碗刷完以后就换身衣服 到清云房里做丫头 为什么 我不去 这次不去恐怕是不行了 清云姑娘是咱们一品楼的头牌 她要个丫头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你不去就是破坏了一品楼的规矩 是不是新妈妈不喜欢我了 小月贵 你别想那么多 上次你不去新妈妈房里做丫头 新妈妈准了你 已经够宽宏大量了 但是清云这样要求 新妈妈若是不同意 又会引来别人的议论 人家会说新妈妈偏袒你 凡事也不能总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新妈妈想一想啊 你说呢 清云姑娘可以洗脸了 清云姑娘可以洗脸了 到底是乡下来的 真没礼貌 以后和我说话要用个请 哦 去把香皂给我拿来 是 怎么这么凉啊 你是不是偷懒没去造尖加热水 清云姑娘 我刚才打雪的时候试过了 洗脸正好的 现在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马上去给我加热水 哦 还不快去 哦 好 清云姑娘可以洗脸了 没规矩 跟我说话不许背对着我 烫死我了 你存在什么心呢 我让你多跑一趟你就不高兴想烫死我 是不是 不是的清云姑娘 我刚才加热水的时候我试过了 洗脸正好的 你说不烫就不烫啊 一个乡下人皮糙绕厚的你当然不觉得烫了 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 我的手都烫红了 要是我的手受了伤 晚上还怎么弹琴 你按的什么心 算了 不和你计较 再去大盆水来 是 清云 找我有事啊 没事就不能叫你来了 嘿 你不是有十天搭驾吗 陪我说实话都不行啊 可以啊 你写的什么呀 站住 我阿七哥来了你不在上面伺候着 又想偷懒啊 我不用他伺候的 以前不都是没有人伺候吗 小月桂在这里还习惯吗 有什么不习惯的 在我这儿 总比挑水洗衣服好吧 小月桂 还不去给我阿七哥倒茶 哎 阿七哥 这是上次张买伴送给我的 洋人吃的 叫猪鼓力 我一直没舍得拆开 就是等你来一起吃的 我不喜欢吃甜的 你吃吧 你吃嘛 不要了 你吃嘛 吃一口 好吃吗 不好吃 甜不甜苦不苦的 我觉得很好吃香甜香甜的 像梨高糖一样 嗯 阿七哥 阿七哥是你叫的吗 谢谢啊 阿七哥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你给我买梨高糖的事儿 当然记得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最贪吃 我的钱只够买三块 给了你两块 我自己留了一块 你还边吃边盯着我手上那块 最后我只能又掰了半块给你 自己只吃了半块 阿七哥 你从小就对我好 所以我现在要报答你 来 再吃一块 我不要了 都不是小孩子了 你吃嘛 我不吃了 小月贵尝一尝 洋人糖果又苦又甜 他们乡下人吃不惯这个的 会拉肚子的 你吃吧 怎么会呢 又不是解药 小月贵才没有你那么贪吃呢 来 你真讨厌 请你吃东西你还要摆架子 不给你吃了 小月贵 你去把领带拿来 哦 阿七哥 上次我给你买了一条新的领带 你试试 你不用老帮我买东西 你的钱要存起来 以后还有得用 以后 以后 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我们俩从小在一起 你对我这么好 我应该对你好 来 嗯 小月贵 啊 新妈妈 不是赏给你新衣服了吗 你为什么老穿旧的 这身旧的很好看啊 而且我们下人要干粗活 小月贵你给我出去 哦 小月贵啊 哎 你不是去给青云姑娘做丫头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干活 反正现在她房间里也没什么事 我就过来帮帮忙咯 我也挺想你们的嘞 小月贵啊 哎 你来的时间这么短 就做了一品楼头牌的丫头 你真能干啊 又在这儿聊天了是不是 什么时候干活的时候 少能比嘴快 理解 小月贵 你怎么跑到这儿干活来了 我看青云姑娘那儿也没什么事 我就过来帮忙了 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 青云姑娘的脾气是不太好 其实她跟你一样都是苦孩子 她能熬到现在这个地位不容易 哦 我知道 青云姑娘 您要的旗袍已经运好了 怎么是这件呢 我说的是绣了蓝色牡丹的旗袍 什么时候说是蓝旗袍了 今天中午您告诉我是这件蓝色的旗袍啊 你有没有耳朵 人蓝也就算了 还那么笨 我跟你说的是绣了蓝色牡丹的旗袍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蓝旗袍了 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 有蓝色的牡丹吗 今天来的可是秦老板 他最喜欢的就是牡丹花 我特地做了这件牡丹旗袍 就是为了等她来的时候穿给她看的 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 那青云姑娘 我再去运那件吧 说得轻巧 秦老板马上就要来了 你来得及烫吗 别以为新妈妈打赏过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现在你是我的丫头 你就得听我的 怎么 还说不得你了 从来没见过一品楼有你这么不懂规计的丫头 你别以为 请大家吃了几次零食 多挑了几袋水 大家就都喜欢你了 我告诉你 我才是一品楼的头牌 一品楼的生意还得靠我 你 不过是个丫头而已 回来 我话还没说完你就要走 秦云姑娘 秦老板马上就要来了 为了能够让她来之前 您穿上那件蓝色的旗袍给她看 我现在就要去运 如果因为我耽误了一品楼的生意 我这个丫头可担待不起 我的话说完了 要是秦老板来之前 你烫不好的话 我就去告诉新妈妈 你坏了一品楼的生意 让她好好地治你 我也要不要 但是我来好 吃几袜 安逸 你往吧 喜欢 不管 descents 我 你 咱俩 我 我 冥嫂 看到理解了吗 没有 冥嫂 小月桂 欣妈妈要大家全都去凤秋皇厅 欣妈妈理解 人全到了 欣妈妈 知道我叫你们来做什么吗 在我的一品楼里 绝对不允许有偷盗的行为 是谁做了这么不光彩的事情 给我站出来 欣妈妈 刚才我在收拾床铺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小包 小月桂 你出来 是这个吗 欣妈妈就是这个镯子 跪下 欣妈妈 我没有偷东西的 我叫你给我跪下 欣妈妈 镯子真的不是我偷的 欣妈妈 我没有偷东西的 真的 跪下 欣妈妈 东西真的不是我偷的 你跪下 你跪下 欣妈妈 跪下 小月桂 赶紧承人错我别再讲 你跪下 我没有偷东西 我没有错的 我没有偷东西 我没有错的 欣妈妈 我真的真的没有偷东西啊 欣妈妈 真的不是小月桂偷的 你怎么知道 她来找李姐的时候 手里拿着小包 我当时在场 肯定不是小月桂偷的 小月桂如果偷了镯子 绝对不会拿到这里的 而且 而且什么 我看见有一个人进我们室的房间 是谁 我也看不大清楚 但肯定不是住在我们屋里的人 是谁 你就说句对不起 我错了 不行吗 我又没有错 小月桂 你这个人就是嘴硬 欣妈妈叫你跪 你就跪 也不至于挨打 小月桂没有错 干嘛跪啊 那就让她嘴硬吧 欣妈妈让你跪 我看你跪不跪 我又没犯错 欣妈妈干嘛让我跪 小月桂 阿琪哥 阿琪来了 伤得怎么样 没事 我就知道他们只会用这种方法 阿琪哥 没事的 只是看着比较厉害 别骗我了 他们每次都这个样子 长嫂 让我来吧 我给你带了药 擦了就不疼了 还能消毒 只是涂上去的时候 有些疼 忍着点 疼了 疼了 阿琪哥 其实我伤得不是特别厉害 你回去不用找他们了 你都伤成这样了 大都被打了 也许长嫂他们说的是对的 我这个人做事情 只想着自己 没想着别人 我真是服了你啊 告诉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小月桂 新妈妈我没有 把她的丫头嫁出去给我打 姑娘 姑娘 走 我不去 新妈妈 放手 新妈妈 新妈妈 走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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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妈妈 我都告诉你 停下来吧 是我的主意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不喜欢小爷鬼 我想把他撵走 你不喜欢他 还让他做你的丫头 这样我才可以找机会折磨他 以后有什么话 就直接说 不要再这样做了 知道了 如果我当着那么多丫头的面 揭穿你 以后你还怎么做人呢 新妈妈 我知错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此事不许外传 你们明白了吗 知道了 是 谢谢新妈妈 新妈妈 小爷可以怎么办 让他好好养伤吧 等伤好了以后 还回庆云房里当丫头 这样才不会有人说闲话 好的 清云 阿七哥 你怎么来了 我问你 那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不容易主动来看我一次 一来就说这个 我在问你话呢 你什么意思啊 镯子丢了难得要我藏着不说啊 一个镯子有什么大不了的 真是小题大做 镯子是小 可偷东西就不是小事了呀 我倒想问问你 你怎么就那么在意他啊 他的腿都被打成什么样子的 你怎么这么无动于衷呢 以前别的丫头受罚 也没见你这么在乎过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吗 你竟然怀疑我 我还不如一个 才来了几天的丫头 好了 别哭了 好了 别哭了 哭中眼睛就不漂亮了 你是装的 装哭 小月桂怎么样了 听佣人说 她一直在屋里哭 新妈妈 我认为不管怎么样 清云姑娘这样对的小月桂 是不对的 这个乡下丫头 也太不懂规矩了 找个机会 好好守守她的性子 不见得不是件好事 在我一品楼做事 就要按我的规矩做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只要在我这儿干活 就必须按照 我立下的规矩做事